各位同學大家好,我是黃佳恩老師,今天老師再來跟大家複習一下排列組合的第二個部分 今天我們要看到這個組合的符號是C,我們這個C的符號我們念做CN取K 也就是我們要從N個人取K個人的組合數,我們現在取出還沒有要排列 所以我們計算的話可以拿這個排列直線排列PN取到K,再把那個組合這個交換數K階層把它除掉,其實就可以了 所以公式的話其實我們可以用P再除上K階層來計 好,那麼我們來看一個很有趣的,這個K一定是介於0到N之間 那我們來看一下全取的組合數,也就是10個人如果取10個人出來,它的組合數其實就是一種嘛 就是10個人全部都取出來,好,所以這是1 那如果是10個人取0個人出來,就是CN取動0 10個人取0個人就是全部都不要取出來的方法數也是一種 所以這個就是全取排列跟全部取出來,這個其實的組合數就是這個樣子 好,接下來我們來介紹一下這個排列組合的符號還有它的概念 那老師剛剛提過,這個C的話的公式我們可以用P來做除上K階層就可以來做處理 也就是這個C,我們組合數可以把它看作是排列數再除以交換數 好,第二個也就是說我們如果取出來做直線排列 我可以等於C就是取出來先取出來,然後之後再做第二個步驟再乘上K階層 K階層就是取出來這K個人或K一個物品再把它做排列 好,所以其實P的話,其實我們如果換算成C的話,我就先取出來再排列 好,所以排列數等於組合數再乘以交換數 好,所以我們就可以得到CN取K的這個公式 好,那這裡有一個概念 CN取K個出來,就會等於CN取K N-K個不要出來,所以比如7個我取3個出來 就會等於C7取4個不要出來 所以它的組合數是一模一樣的 好,這個解釋在這裡 好,我們來看一下 從8個籃球隊員裡面,我要取5個上場先發 因為這上場先發我並沒有給他們這個守備的位置 所以我先取出5個 那所以這時候就是用C來取就好 所以它的答案就是C8取5 好,C8取5其實就是8階層 再除以5階層乘上3階層 我們就可以把它取出來 那我們把它預約分就可以得到56 其中如果這個小男是主將 那一定要上場 則有多少種選法 那就是他一定選出來 那你就從其他7個選4個 所以我們就變成是說 我們 我們從其他7個裡面選出4個人就可以了 所以它的答案就是C7取4 所以它的答案就是 我們還是約分就得到35 好,那麼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這個階堂演練 從5個男生4個女生選出一個3個人的評審團 那麼其中至少有一名男生 那這個有多少種選法 這一題是同學常常錯的題目 我們來看一下這一題 那麼我們先選一名男生 C5取1 我們先來看 這個是錯的 但是我們來看這是錯在哪邊 然後再從其他8個人取2個做搭配 這樣子看起來好像非常非常的完美 因為至少一個男生我先取出來了 然後我再從8個人取2個做搭配 這樣子到底是錯在哪邊 很多同學是這樣算出來是140 那這樣子思維上是哪裡有錯呢 好,思維上錯誤的地方就是 我先取這一名男生 比如說我取的這一名男生是假 那我後來C8取2 我又剛好取到另外一個男生是乙 這時候假乙是不是都在評審團裡面 好,跟我做黃色這個先選一名男生 先選到乙 然後後來這個綠色這邊我會選到假 其實假乙這時候這兩種狀況 你都已經同時選了 可是你算了兩次 所以這樣子的思維是有錯的 所以它會造成重複選的問題 所以這個我們到底要怎麼選呢 我們就要先來討論一下 到底這個3個人評審團 到底有幾個男生啊 比如說一男兩女 兩男一女 或者三個都是男生 比如說我先討論三個都是男生的選法 然後再討論兩男一女的選法 然後再討論一男二女的選法 然後再用加法原理把它加在一起 就可以選出來 或者這種問題 至少一的問題 我可以用反向的思考 我把全部任意取的取法 去扣掉都只有女生的選法 那就會至少一名男生了 所以方法二 我們就是從九個人 先任意取出三個人 就是C9取3 再扣除全部都是女生的 就是四個女生選出三個人 這樣是跟題目是不合格的嘛 所以至少一個男生 所以我們C9取3去扣掉 這個C4取3 就可以得到80 所以方法一跟方法二 答案都是一模一樣的 那這一題大家要特別小心 就是同學常常錯的 就是前面老師講的錯誤的算法 會造成重複選的問題 好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甲乙如果要任意寫出一個二位數 那麼甲寫的數比乙寫的數字還大 而且甲寫的數的個位數 也要大於乙寫的數的個位數 那請問有多少種可能性 那我們來看一下 因為甲的十位數個位數都比乙大 所以其實我們可以從這個甲先選 甲就是C9取2 再乘上C10取2 就可以得到1620總 那為什麼前面會是C9取2 因為這個十位數不能選到0 所以它就變成只有9個可以選 那選出來之後 你也不用考慮 因為C9取2取到那兩個數 大的就是給甲 小的就是給乙 所以它的方法就是1620 好所以這個解釋就是這樣 好所以總共就是有這幾種方法 好那麼各位數的方法就是C10取2 好所以如果我們把第二個 第二個方法是說十位數的話 如果甲的十位數跟乙的十位數是一樣 但是各位數比乙大就會有 你看甲的十位數跟乙的一樣 所以事實上這個9就是C9取1 因為取出來那一個十位數 甲跟乙因為是一樣的 所以我們就是取一個就好 然後各位數就跟剛剛一樣 C10取2 所以就會得到405總 所以我們把第一個跟第二個合併 就可以得到它總共會有2025種情形 好接下來我們來做一個學習的任務 我們從12345這五個數字裡面 我們要取三個相異的數字 請問有多少種組合 我們取出來之後沒有要做排列 所以我直接C5取3 就可以得到我們的答案 它的答案就是十種 那麼如果從12345可重複選出三個數字 那麼總共有幾種組合 那我們就來想啊 第一個數字有五種 五種數字可以選 第二個也有五種 第三個也五種 所以它選出來應該是5的三次方 那或者我們可以從物品的一同分析來看 這個兩件物品有可能是兩銅兩億 那麼就是AA或AB 那麼三件物品就有三銅兩銅一億 就是AAB 或者是三個都相異ABC這種情況 如果四件物品 那我們要討論就是四個相同 三銅一億兩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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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AABB這樣 或者是兩銅兩億就是兩個是一樣的 然後另外兩個是相異的 AABC 好我們就來做它的分類的討論 也就是說我把它這五個數字 我隨意取三個數字可以重複 總共有多少種組合 我們先來做它的分類 它總共有這三種分類 三個都是相同的 或兩個相同一個相異 或三個都相異 那麼三個都相同的話 我就用C5取1來代表 因為我從五個數字取一個 這個數字就代表這三個相同的數字了 好它的值就是五 好兩銅一億這個要怎麼取呢 同學這裡要小心 我先從這五個數字取一個 當作那一個兩銅的數字 再從剩下四個數字取一個 當作那個一個相異的數字 這樣子我就把兩銅一億的組合數把它找出來 這就是20 那麼三個相異這個就最簡單 從五個數字取三個來相異 所以得到的答案是10 所以這個多少人組合數 就是把這三個把它相加 加起來之後就是35 好那我們也可以有另外一種想法 就是說 我把它分作是五個籃子 然後我把三顆9把它丟進去 我隨意丟 比如說我三顆都丟在2 那就是三銅啊 就是三個都是2 那我如果把兩顆丟在1 一顆丟在3 就是113 這樣子的一個組合數 所以我們可以來看一下 如果我要用這個方式來做的話 我們的想法可以怎麼想呢 好 那我的想法是這樣子 我們把這個 把東西要分作五個部分 所以啊 我要 我把它 比如說這樣子就是123 好 所以其實我要四個 你看喔 老師畫紅色這一個分格的 這個我們把它假設成分格的這個筷子好了 這四個分格的筷子可以總共把它分作是五個籃子 這樣子 也就是說啊 你看喔 如果是這種情形的話 其實就是224這種情形 那我再把這個筷子擺上去 你看喔 第一個筷子的左手邊其實就代表的是0嘛 第二個 第一個跟第二個筷子中間就是2 第二個跟第三個就是0 所以事實上啊 我可以把它看作是四個筷子跟三顆球 去把它做直線排列 這直線排列有多少種排列的方法 也就是它有多少種組合數啦 所以我可以把這三顆球跟四個筷子一起把它做排列 排列的方式就是其實就是它的這個題目的一個組合數了 所以其實我們可以把三顆球跟四個筷子總共七個七階層 再除以這個三階層就是三顆球是一樣的 再除以四階層這個四個筷子是一樣的 這樣子的排列數其實就是這個題目的組合數了 所以我們一樣可以求出來這個其實還是35 好,以上就是老師跟大家複習的排列組合的第二個單元